当地时间1月8号 纽约一华裔学生被兄弟会成员 灵虐致死案有了新进展 早前被判严重攻击 欺凌 妨碍拘捕和阴谋罪名成立的 PDP兄弟会在美国宾州费近10年 需赔偿超过11万美元的罚款 此前事发的伯鲁克学院 已永久取缔该兄弟会 涉案4人在2017年5月 承认犯有过失杀人罪被判入狱 灵虐致死案 发生在2013年冬天 在美国纽约势力大学 普鲁克分校的银行会上 18岁华裔新生邓俊贤 想加入一亚裔兄弟会 却惨遭37名成员欺凌致死 在一个名为玻璃天花板的仪式中 他被蒙住双眼 背着装满沙子的背包 在结冰的庭院中爬行 后来被人轮番殴打 只昏迷 一成员称 他们查了叫救护车的花费 觉得太贵了 因此坚决没有打医疗救助电话 而是打给了全国总会的一个干部 后者指挥他们将兄弟会标志藏起来 一个小时后 三名兄弟会成员 才将邓俊贤送往医院 四日早晨 邓俊贤不治身亡 新京报道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